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读书时间,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你认为问题子女的存在对家庭有何影响,不仅仅是负面影响 例如,如果没有问题子女,你父母的关系将会怎样 他们会不会关注其他人的问题,以避免直面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 在你父母的原生家庭中,谁有可能扮演着问题子女的角色 在一个家庭中,充当替罪羊,吸引家庭成员注意的人可以有各种类型 在你自己的家庭中,是否存在下列替罪羊的类型 自作聪明的人,小丑,疯狂天才,游手好闲,傻瓜,社会企儿 圣人,罪人,选美皇后 在你幼年时,有没有被人贴上什么标签 有那些正面的标签和那些负面的标签 这些标签对你自我身份的发展和家庭参与程度有何影响 一些家庭中存在着由外祖父母 就祖父母 父母 外孙子女组成的三角关系 如果外祖父母对父母的影响力有限 他们就会跟外孙子女组成同盟关系 以加强自己在父母面前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外祖 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会把彼此当作平等友好的朋友来相处 如果外祖父母在父母面前的权威比较强大 他们和外孙子女结成同盟的动机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会特别亲密 好,谢谢大家 三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先读到这里 拜拜 下次再见